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会有压力 对 那你要说 包括我们失落一届前两天看的 跑得比较多是37的成绩 那他当时获得最佳新秀的那一个赛季 秋季在常规赛结束 计时赛大场胜率100% 小场胜率小局胜率90%多 比如说单局输的的时候都少 是 而且在总决赛的舞台上 他也丝毫不像新人那样 会有太多紧张的情形 给我一局调整 第二局还你一个极限 第一局可能会有些小失误 但第二局就还是一个常规的状态 所以这一场比赛 悟空还有沈 也都是计时赛登场的熟客熟人了 还是得看场上的发挥 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张赛道 现在返向亚特迪斯大家的用车也不太确定 但是根据最近的练习习惯来说呢 哈雷特要多一些 新车的概率都要更高一点 对 而且哈雷特他现在能跑得足足 所以大家对于这场车的手感操控要更熟悉 是 来吧 看一下双方 车宠义全部一样 全都一样 第一次挑战 来看一下第一场 技术赛的挑战 看一下具体成绩 起步这差的有点多 这个把优点去掉吧 实现一点 感觉没出来啊 是 起步1.3 1.4 我的评价是不如开A车 等于没有Ezu 对 看一下省这一局吧 只能看一下省的个人秀了 对 点飘延续前面的节奏都不错 没错 看这个劲道 对 出来以后的谈射 先省的 一谈 没问题 二谈 哇 这铁的 路线 真是和强擦肩而过啊 单圈是45.58 很快的单圈了 这铁的 这铁的 真是和强擦肩而过啊 最后单圈就是 30一点压力没有 30随便了 对 这第二圈只要能稳住细斜 又是个30随便了 30随便了 拽个快出 过来以后还没射 路线能碰住 甚至过来以后再耍A 是 这铁头滑过来 你感觉很危险 对啊 就是一个极致路线 它滑的好晚啊 感觉可能要在那个地方 要进行一个大旧车 对 进到再就来 再过来 最后的三天坛 但是怎么能做到 即使赛这么问的呀 好丝滑 是 最后一个轻弹 又是30.56 恭喜神 第一次挑战的成绩 要比悟空快了很多 而且30.5这个成绩 虽然有提中空间 但是提中空间不大 在赛场上 哪怕70赛当中 你想整一个29 难度还是有点大 它两圈的路线 其实都已经很完美了 第二圈有点调整 第二圈就是 从我们刚刚看到的 然后包括后面的一些路线 对 但其实整体来说的话 路线上面都不会有 太大的一个调整 上来来30.56是吧 昨天小玉是30.59 对啊 二十战 不是实战 小玉也是 你说他记着赛的时候 30.59 3.56 差0.03 那想要更快一点 第二次挑战 对于小玉来说 正版亚其实也练得非常多了 对啊 所以会比较熟悉一些 天才少年的称号 就是从正亚开始 但是我觉得 我再一次认识到天才少年 是从这个赛季开始 对 就真正的 当时觉得天才少年 只不过是他一个绰号 你并没有真正的去了解 这个四个字 你仔细品的话 这个赛季真的是重新认识 对 他是从云海宁青那个时代 被称之为天才少年的 对 而且因为是 他离开了赛场那么久之后 回来仍然是巅峰的状态 而且只需要一个 年度总决赛两周比赛的 适应过程 是的 今天这个稳定性 稳到可怕 但对悟空来说 少了一次挑战的机会 嗯 刚才只能算热手 但面临到30.56的成绩人 压力非常大 这一次只能说 起步喷该点还是得点 之前 不然 这个机甲白用 对 之前可能有点嚣张 如果让你一个起步 前提是不用哈雷特 对 你让一个哈雷特的起步 那就不止多少了 当然是 让你两秒 一秒多 一秒多 起步 这次沈还是要 起步也很快 起步也很快 起步点盆0.1 而且不只是在巨师赛上 他在2V当中的起步也非常的快 甩断过了0.3 蹭墙了 悟空这些路线要更好一些 反过来以后已经反超 那沈这一局想要挑战 上一次的成绩 都已经很有难度了 大家悟空吧 但悟空想要去挑战沈的成绩 也有点难度 对 每个人快的路段不一样 一般说的相较于沈 起步就慢了0.3 但沈的话 其实在第一圈后半段的几个 弹射点也已经做了 一个甩断过来 又甩开了0.1 而且落后0.1 变成顶尖0.1 看一下这一圈是 这第一圈还有45 45.82 刚才是45.5 对 悟空这个单圈 其实已经没有 这只存在于理论可能 跑了一个30点钟了 对 几乎是不可能了 而且现在到第二圈 沈还是处于领先的状态 是 这边直接没有调整过来 撞停了 是的 看沈相较于上一次的影子 我觉得后面的距离 肯定是能有所拉近的 因为后面的调整要多一些 比如这个弯道 这个弯道已经拉近了 对 目前 这影子挑战的是吧 哎 在滴水没滴水好 第二圈的路线被拉开了 对 最后再来一个青鲨 一分30.83 两把30送给大家 恭喜狼队神 而且是在第一圈和第二圈都出现了 比较明显路段瑕疵的情况下 仍然是一个30的成绩 两把30 而且你看了第二圈 他这个30 你就知道了 其实他跑30确实 算是随手 比较轻松 对 就哪怕第一圈你会稍慢一些 但第二圈的细节点还是能够跟上 对 他的整体细节 维持在了一个自己的节奏里面 极限且稳 这个是相当可怕的 是 因为其实我们也经常讨论 选手的属性 其实分的会比较开 要么就是刚上场的时候 会比较偏极限 对 但极限你需要走的路很长 你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沉淀 甚至在沉淀的过程当中 你会受到很多很多的质疑也好 甚至说自我怀疑也好 对 要把这些全部都抛开才行 好 下班 功成身退 任务完成 对 下班 但确实对于狼队的两名二号位来说 太幸福 明清也幸福 明清也幸福 对 确实 有的时候还能小小晃一个架 对 那这样一来的话 好 确实是 无论如何都是狼队赢嘛 也没毛病 对 神一分三零秒无佑的手机 要比悟空的两局都要快一些 那可以恭喜狼队获得技能赛的手里 看一下手足会选的什么赛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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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一下手足会选的什么赛道